各位可以看到呢 我这是抓上次的例子 所以呢我就没有重建 没关系 各位你们就依你们所盖起来的房子 那么来练习就可以了 来 我们来看一下 从前试图看 那我们就是一个墙壁 一个门的洞 从右这试图看啊 就是一个窗户嘛 从上试图看那当然就看到天花板了嘛 ok 外面的天花板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一般我们在假设 你在架设摄影机的时候 我们今天要看到里面 假设我们今天是要看到里面 那我们要看到里面啊 我们刚刚讲有两种的方式 这两种呢 你看你要实际的当下 你觉得哪一种比较方便都可以 那我讲比如说直接架设在里面 那假设你是直接架设在里面的 那你就要注意一下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那我右上角呢 等一下呢 就要从这边去指定相机 好像还没有 我只跟你讲一下 好 那我们现在来看一下呢 我先把它呢 变成线框了 假如今天要看到里面的场景啊 那么首先呢 你就必须要把摄影机架在里面 第一个方法 所以一开始的时候呢 你在做摄影机的时候 那么你看你是要用目标的 还是自由的都可以 目标的话呢 我们刚刚是用目标来做嘛 那你如果是用自由的话呢 你就点一下呢 点一下 他呢 就把相机呢 就架好 你接下来只是看要怎么样去 看你怎么样去设定他的目标而已 设定他的方向 所以呢 基本上呢 如果你是用自由的话呢 就不用拉出那个点 那我们刚刚是用目标 所以目标的方式就是 你按住之后呢 要拉到你要看到的点 手呢 再放开 按住 拉到你要看到的点 手再放开 那各位可以看到我现在呢 摄影机是架在房子里面 房子里面 所以呢 通常一开始从上市图拉出来之后呢 这个摄影机现在是放在地上的 怎么知道呢 可以从我们的 前市图来看 各位可以看到他现在是放在地上的 他现在是在地上 来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呢 要把我们的摄影机呢 把它拉高 变成斜斜的角度才行 所以我们用移动呢 把这个啊 把它拉高 没有点到 再一次 好 拉高一个角度 从上面看是看不出来 你要从前市图把它拉上去 好 那你现在到底看到什么 你就要到右上角 右上角 你呢 到这边来 选择摄摄影机的 camera 001 这时候你看到的 哦 为什么是一片漆黑 各位知道吗 目前没有 对 目前 因为它是室内的 室内的 自然光线没有打到里面去 一片黑 所以呢 等一下呢 你如果没有看到的话 等一下我们要先告诉各位 怎么样来打一个 那个太阳光 所以呢 基本上 你等下看到这个一片漆黑啊 先不要紧张 哦 这是正常的 哦 那我们只是跟你讲 第一个 现在呢 在里面啊 看不到东西 哦 那等一下呢 你呢 我们再把它设定一下 哦 所以如果你还没有架好 我是我们先练习第一种 等一下呢 第一种练习完毕 以后我们把它拉到外面去 再架第二种的方式 哦 来各位你可以练习看看 哦 我把萤幕显卡给各位 那至于还没有盖好房子的 你赶快加进 好 我们跟各位讲一下 好 第一个 你的右上角 因为我刚选真实哦 如果你选明暗处理 跟一致的色彩 这边就看得到东西哦 那么呢 渲染的话呢 等一下渲染之前 你把我们的背景打开来 哦 把背景环境呢 按那个快速键8 把背景打开来 这边选白色就可以了 哦 这样子的话呢 用它目前的环境光 就可以看到东西了 好 现在意思是说呢 你呢 现在看到这个 这个是墙壁 这个是地板 现在就是你摄影机所看到的 所以当你呢 把这个目标点啊 那你把这个目标点呢 把它拉高一点的时候 各位可以看到你后面的东西了 哎呦 那时候后面也开了一面墙啊 后面也开了一面窗户啊 所以那就不用管它 哦 所以你这边可以看到呢 在室内看到的东西 哦 再来呢 我们再展 再来看一下呢 你可以往车往内调 哦 再还可以再旋转 哦 再旋转看到你的角落 哦 这是如果 你今天要看到室内的东西 再者 你到Modify这边来 到Modify这边来的时候呢 你点到相机啊 我们到Modify这边来 哦 这边呢 还有我们的镜头 选择镜头 的种类也可以让你 就算把架 把那个什么摄影机架在室内 你一样可以看到哦 室内的东西的一个情况 镜头越小就越广角 但是会变形的越厉害 知道吗 哦 所以呢 35mm 50mm 是比较接近我们眼睛 所看到的状况 小于它的这几个都是属于 带有越来越广角的一个现象 广角呢 可以看到的情况比较大 比较多 但是呢 变形的比较厉害 哦 这边呢都可以提供各位做参考 哦 这是说假设我们是架在室内的话 你都可以利用这个镜头来做 这个改变 另外呢 这边还有视野 你也可以来做修正 哦 视野做修正 好 这是指第一种 如果你要看里面的东西 哦 外面有墙嘛 那就请各位把摄影机架在室内 哦 那你看你要怎么去做 另外呢 我们介绍一下同学 这边呢 本来是仕途 试图呢 在移动的时候呢 哦 是这样在移 好 那如果你这边改成局部的话呢 改成局部的话呢 它会以你的相机当做原 当做那个基准轴 你就可以这样子 哦 前进后退 对 以及呢 用这种方式来做 比较重要是这个 它可以拉近拉远的距离 哦 所以这边的话呢 你都可以用局部来做调整 你在调整位置的时候啦 你就可以用局部 或者用视图 这样来互相搭配 调出你认为最棒的情况 哦 那你这边的镜头的话 你也可以稍微挑一下 哦 这是第一种 哦 OK以后呢 那么我们就按一下键盘的F9 来做个渲染 哦 因为后面的背景 我们是用白色的 所以看出去是白色的 哦 各位呢 你们等一下呢 后面没有开窗没关系 你们侧面有开窗嘛 哦 所以呢 你们用环境光啊 一样还是可以看到东西 哦 好 那么我们先停在这边 萤幕交给各位 所以呢 第一种 我们是跟各位分享 如果假设 你今天是空间都盖好了 四面墙都起来了 里面的东西都摆好了 你要拍摄里面的东西 那你第一个方式 可以直接把摄影机架在里面 哦 这是第一种方式 那么镜头 你去挑 看哪一种镜头 你觉得看起来效果 是你要的 哦 它的整个的一个景 真的看 整个像 整个镜头看出去的情况怎么样 你去选 选好了 那么再去调整它的角度 去达到你认为最OK的状态 然后再去宣扰看一下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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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